现在开始硬脑膜修补 现金 血管还没好 马上 快点 周医生 我就知道直接派子昂来代教小焦 就是这个节目 我不是不赞同他们的想法 我只是觉得 他们一个要求太高 一个志气太大 弄到最后 小焦倒是真的没来代教老师 小焦啊 就是一个越有压力 越能快速成长的人 她需要的 就是子昂用这种高压政策 来激发她的钱 缝合完成 接下来教你们了 对面就吃真心 手术好像用不了正用人 你这是什么操作 不这样做 怎么能看出问题呢 看出来了吗 很明显 就怕小焦她还没成长 就被子昂给淘汰了 你可别看扁了小焦 这一点我敢跟你拿赌 赌叫赌 有好 不亏是孙主任 可以了 陆家人 不错 不是我说的 陈主任夸你 这是我邓子昂学生的水准 看什么看 看看自己的不足 想办法超越我吧 我做了 小焦 别听他们说的 做得挺好的 继续努力啊 你 你 不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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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回来了 川老师 川老师 先别着急叫老师 现在还不是 今天给你丢脸了 对不起 我跟孙老达也说了 我现在只是暂待你 所以谈不上丢脸 最近我在朋友圈里 看到一句话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灵伤 可是到后来 那些受伤的地方 一定都会变成你最强壮的地方 你追上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我已经做了训练计划了 接下来你就看我的行动吧 我会追上来的 让你这些训我的话 都烂在你的股脚 好 那我看你表现 好